引进德国模式每三年举办一次的全国金牌农村竞赛 今年是第三届了 以寻找中心的桃花源为主题 花莲县政府启动了初选机制 吸引将近有30位社区干部来参与 也邀请前两届获奖的学长姐传承参赛经验 其派可以代表花莲在全国脱颖而出 有机会可以获得50万元奖励金和100万元的补助计划 2017年花莲复兴社区获得第一届金牌农村同牌奖 2020年赤柯山社区勇夺第二届金牌农村赢牌奖 从2017年开始 每三年办理一次的全国金牌农村竞赛 今年迈入第三届 透过两阶段 县市初赛及全国决赛 选出台湾农村典范 可获得50万元奖励金及100万元补助计划 应付德国交流 花莲县政府日前启动初选机制 吸引近30位社区干部参与 平均的这些人 有两些些什么情报的制裁 大概只能够是一个补助而已 那真正落实还是在我们 各位在社区 平时有没有真的 就我们社区的这些 三日三代的这些 所有人实际的做法 让我们整个社区能够带起来 我们的产业能够带起来 我们的生态能够做出来 这个才是重点 去年是我们的这个四颗山 还有这个东山 得到了福岛 那其实在福岛的过程中 我相信 无论是福岛团队 或者是我们每一个团队 我们每一个社区都经济的非常的多 那今年在出现在在这个 要准备让大家报名的时候 我们更希望 让大家能够了解它整个赛事 还有了解我们该准备 准备哪一些资料 其实大家最如刚才分析讲讲的 都不用紧张 也不用害怕 我们只要把我们平常做的什么 有心能够把它整齐 今年主题是寻找心中的桃花源 县府农业处也邀请前两届获奖学长姐 传承参赛经验 农业处提醒 即一起到10月31日 要缴交出赛书面资料 第二阶段以限地勘察方式评审 农业部农村学保署表示 评审指标包含农村社区生产 生活生态及未来性等四大面向 县府也将积极协助农村社区 整合相关资源 强化在地特色 争选出现内金牌农村 代表华林争取全国荣耀 接着长帮衍华林师报导